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万天 其实我在这另外一个活动上刚跟你遇到过 刚两万天 今天终于有机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们一对一的聊天了 我从刚进门开始就注意到您手上有一块非常好看的表 可以给我们秀一下吗 没问题 已经在秀了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虽然我今天穿得非常艳丽 但是再怎么艳丽都遮挡不住 这块表的光芒 是 所以当时你是对这个表一见钟情吗 我对Royal Up的系列都一见钟情 都很喜欢 应该很早就开始了解并接触这个系列了 是吗 几年前 所以当时被它的一个外形就吸引到 对 非常喜欢 其实我们都知道艾比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万表品牌 这个表本身除了像我们Royal Up以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系列 这个牌子它为什么会从那么多表的牌子中就脱颖而出吸引到你呢 它哪一点吸引到你了 我觉得还是它的设计很刚硬 很强悍很强势 但是它又可以跟很casual的衣服混搭 生活去搭配 所以我觉得你看它的细节 它的细节就是你戴在手上 你不会有无聊的生活 你无聊的时候你就看一下 它里面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你 就是想要去欣赏它 欣赏它 对 太多细节了 哇 我觉得孝敬老师跟我分享了一些 真的为什么男生爱表 其实有时候很多女生不明白为什么男生会爱表 你看你手上 对啊 就是你看我手上也是 我刚一进来 不会无聊的 我刚进来以后 孝敬老师说你的表也很好看 你看就是男生之间就有话题开始聊了 就是有时候你看 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坐下来 两个人是陌生人 没见过面可能没话讲 一看表你的表好好看哦 你的表也不错 就是要彼此喜好 喜好就知道了 所以刚才孝敬老师跟我分享了一个非常棒的奇迹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爱比表 确实外观设计 加上它本身的做工 它的技艺 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普通的装饰品 它是一个我们手上的一个玩具 也能够陪伴我们的朋友 就特别棒 所以刚才其实孝敬老师已经说了 我们整个Roy-Arc系列 它非常的具有男性的风格 它非常的这种粗犷 然后非常的有强有力的这种造型 那我可以理解为 你日常选表的时候 会先注意它的外形 我会先注意它的外形 它的配色 嗯 所以今天这个金色的配色 是您就觉得跟这个衣服和很大 其实这一支表 Jumbo 它已经是Roy-Arc里面 非常低调的一款 这个非常了解品牌 对非常低调的 但是 即便我今天穿的这么这么华丽 都无法遮盖它的发光 是 就让你觉得戴上它以后 其实今天不管是我们今天非常华丽的打败 还是我今天哪怕像孝敬老师 比如日常出街 穿一个简单的T-Shirt 我这些的表都会非常的搭你日常的风格 嗯 那在您心目中啊 高级万表 跟音乐之间 它有没有什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一些关联性 肯定是有的 因为像AP这么长年历史的一个品牌 那最重要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工艺 他们想传递的理念 那其实跟我们做音乐也是有类似的 因为我们必须坚持 坚持在自己想要传递的风格 或是思想 然后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努力 在这个基础上面也要创新 哇 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兴趣过像万表的工坊 我发现里面的很多这种做表的一些匠人 就像刚才我们说音乐老师说的一样 他其实是坚持的 他很多年就做同一件事情 可能是在打摩 可能做螺丝 我想可能做音乐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候 可能我为了想一首曲子 可能甚至只是一个尖奏 可能就是一个很短尖奏 我就找不到一个最合适的时候 我会花很长时间去打摩 直到他让我自己满意为止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我们也知道 AP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品牌 之前就像我们的皇家上述系列也出过 日进音乐的万表 虽然我自己没有强到 但待会可以看看能不能借借我们 蹭一下我们这个 肖金腾老师的光 奔品牌定一支 我刚刚是皇家上述就近50年历 对 所以他在这一款表就已经非常非常坚持 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不断的创新 刚才我们在看展的时候 对 看到很多包括今年的新款真的是 哇好好看 都想要是不是 没有办法 那待会这个 这个经纪人帮我们记一下 我待会可以问你定表 帮我多点一些 因为真的很难抢 那我们知道其实 22个皇家像术系列 他其实算上先锋两个字 因为在他单身那个年代 他其实是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 对 他兼具了像我们刚才 乐队主唱到制作人 只有很多在音乐这个行业里的身份 所以我想问的是 在这些身份转变过程中 你觉得是哪个阶段 现在你回想起来 还让你觉得非常的激动 觉得那个阶段你特别开心 是做歌手的时候 去选秀的时候 还是说我做音乐人的时候 还是后来我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都很开心 都开心都开心 因为每一个决定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所以呢 你也不会后悔 嗯 我们就也不执着在 成就怎么样啊 或什么 结果怎么样 就是当下你做决定 就是你非常坚定的决定 嗯 所以 嗯 不会后悔 每一个时段 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非常重要的时刻 嗯 所以买了每一块表也都不后悔 哈哈哈哈 这个老师当然不会 很开心了 是 你不会有后悔力 当然 而且他会让你真真日常 是 然后 这个词很好 因为每一个表 都 在不断的增值中 对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 买表 我给你讲男生买表 他不是在败家 男生买表很可能是在做另外一种成分的投资 在喜欢 在喜欢 在兴趣的基础上 你还可以 不断的为自己增加财富 没错 你看买表这么多好处 对吧 我觉得就一种情况下可能会后悔 就是后悔没早点抢那块表 没错 或错过那块表 千万不要等 千万不要等 喜欢的时候 如果能力 呃 不要再来限制我了 我就想买 给自己找一个很好的借口 那我们回到您本身工作上好了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歌第四季要回归了 而且您作为嘉宾 这次就需要跟不同年龄层的嘉宾同胎 这个就是我们的歌 他的主要 他的魅力的所在 嗯 就是不断的传承 嗯 那其实我这一次是 站在终身代的音乐音乐人 那下面有新生代上面有这个更自身的前辈 对 所以我觉得 呃最开心的 我跟前辈们其实都都是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来这个节目 就是让新人不断的发火 嗯 所以呢 就是不断的传承 很有责任 很有担当的一件事情 音乐是需要传承的 对 那我偷偷打听一下 有没有准备一些必杀计 必杀计 嗯 选曲啊或者是一些 特别厉害的一些构思 没有我觉得跟音乐人交流 因为我们做音乐这么久了 嗯 也是很希望听到其他音乐人的想法 嗯 也要不断的精进 然后去学习 嗯 当然自己的想法也会不断的去去输出啊 那我们要催这个作品啊 虽然去年有有有专辑作品问世 但是今天来还是背负着月明管大的希望就是 下一张专辑有计划了吗 哈哈 一直都有啊 嗯 所以已经在在筹备过程中了 对对对 反正呢 呃作品是不会停的 嗯 然后就看时机吧 那我来再在试探性的头根问题一下 因为之前您其实在这很多作品里面有合作过很多不同的音乐人 对 现在还有没有计划去跟一些不同音乐人合作 哪个类别的哪个类型的 一直都很想 是 我想跟很多音乐人合作 是有计划 一直都有计划 嗯 我们其实有一个让每一个创作者很刁难的问题就是 你也是一个到现在发行了有12张专辑之多的一个音乐人了 嗯 如果对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 我帮你数了一下 那就再缓缓 再缓缓 像我们昨天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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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活动上面 我硬要你去选择些事情一样 今天也是一样 12张专辑里面 只能让你选出一张你自己个人最喜欢的 你会选哪一张 我个人最喜欢的 你最满意的 你的12张专辑中那一张 我给你这种问题都非常的刁钻 因为 对于 两张可以吗 两张可以啊 来给你多一个 多一张 多一张没有问题来分享一下 一张是去年发行的隔离套房 一张是狮子乐团的第一张专辑 哦 就一个是作为个人的歌手的专辑 一张是作为乐队主唱的专辑 对 难怪你要多一张 因为两个不同身份嘛 那之后如果你在作为制作人的话 可能再多一张制作人的身份的一张 什么都三张 制作人一直都这样 一直都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意思说如果有机会 帮可能 帮别人制作的时候 对对对 那有没有哪首歌你最喜欢 这太难了 你随便 那你这样吧 你日常偶尔兴起的时候 会不会随口的开车 或者怎么着 轻唱一首自己的歌 就经常会随后 最后就来一句 最近最经常挂他嘴边是哪一首歌 昨天听到一首非常冷门的歌 就在我的专辑里面非常冷 连我的歌迷都不一定听过的 真的啊 是什么歌 然后就是他们在转嘛 然后配了音乐 对嗯 我就我刚刚开始听我还没听清楚是什么歌 就你扔了是谁的歌 连我自己都不耐心 是谁的歌 这么好听 还蛮好听的其实 哼一下 叫做活在故事 可以帮我们上面哼一下 因为我想知道这个旋律是什么 因为我不懂 就是有歌词不耐心 就哼就不用不用管它 对 对 Do you remember 那个奇迹 是从童话里出来 这首歌不冷门啊 很冷门 这首歌对我来 可能因为我听歌听得比较多 这首歌我还蛮常在我的手机里面听的 因为我有点专辑会听 对这首歌不冷门 然后下面问题是说 我们知道其实对您来说有很多身份在陆续续被解锁 比如说像是也做过主持人 因为你也做 我也看过你主持这种大型的节目 也有演员歌手制作人等身份 如果未来还想去尝试一些你没有承受过的领域的话 会是什么领域呢 其实像昨天我们见面是艺术展 对 那昨天也有我的作品 做了新兴艺术展 是 然后这一次呢 没有当上这个收藏家 希望下次呢 AP找我的时候 我也可以带几块我自己收藏了 是 作为收藏家的身份 主要因为你今天身份不太一样 今天是我们作为品牌方的人 所以 下一次我们就跟AP来号召一下 其实我们特朗老师应该还有一些 蛮厉害的他自己收藏的AP的作品 我们可以找个机会来展示一下 而且我在这里也帮特朗老师做一个小广告 就是我们GQLAB的问号展 也已经这两天开展了 里面也会有我们肖金屯老师的作品 打有空的话呢 可以去展览里看一下我们这个艺术作品 解锁了新身份 就是我们的新兴艺术家 谢谢 再考虑做一个特展人好了 下次把你喜欢的一些艺术品收集齐来 就特别有趣 那我想 我想问一下就是 介绍寻耕之旅那段访谈 你还有印象吗 寻耕之旅 寻耕之旅 对 然后其实那段访谈其实很感人 之前微博也上过热搜啊 所以有没有一些话可以分享过 分享给那些 就这么多年啊 一直在外地 没有机会回乡 没有机会回去 回到自己家乡的一些人呢 对我而言 寻耕的路是非常浪漫的 非常幸福的 然后我身边很多人都羡慕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有这么多的帮助之下 让我真的找到自己的根 我知道有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反正我觉得祝福大家吧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我觉得其实是一段非常争执 也非常走心的一段话 我也希望每一个在一地他乡 然后正在打拼的人们 其实我们的根一直都在那里 有机会回去看一看 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没有关系 我们有现在很多一些通讯的手段 和方法可以跟我们的亲人去联系 或者把你现在所处的地方 重新扎根 让它成为你一个能够去生活 可以去快乐的享受人生的地方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住在另外一个城市 待了一段时间 这地方是成都 然后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那段时间有一段 有一小段天气是一直在下雨 然后我就问了我身边的朋友们 我说成都天气是不止这样子吗 他说没有啊 王妮没有这样子啊 我们就很疑惑 为什么成都天气会在不应该下雨的时候 一直在下雨 后来第二天看了一条新闻说 小敬腾定居成都 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在成都定居 是那里哪里吸引了你 很舒服 主要还是因为缘分了 是是是是 当初我在隔离的时候是待在成都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成都努力的生活了 就一周多的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那是一个非常容易去融入的城市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大家生活很丰富 就是说你你有上班的责任 然后下班之后呢 又可以很享受生活的那么快乐 很relapse 我觉得周遭包括空气啊 我去爬山嘛 去那个峨眉山清晨山 对 所以我就觉得环境很好 嗯 然后都好都好 对 所以就就跟在那儿在住着了 就决定了 反正我也不想想 反正自己喜欢嘛 喜欢的就跟AP一样 是 就爱上了就爱了嘛 爱了就买了嘛 对 所以就是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孝敬腾老师来分享这么多时间 来跟我们聊天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AP 会跟我们孝敬腾老师的一系列的合作 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很不错的表的话呢 孝敬腾老师记得赶快下手 不要让自己后悔 然后下次有机会办展的时候 我们也来看一看 孝敬腾老师收藏的一些AP的晚表 那我们祝福两边的这个关系 能够打成一个非常好的友情 我们可以走很远 好吗 谢谢您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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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